OK 好 这个是最后一个pattern 然后积分里面第八种 狮子的形状是 等一下我们会看到sine a 乘cos b 就是两个三角函数个别都是一次方 然后相乘 这些 那我快快导一下公司 那比如讲第一个公司 就是sine a cos b 怎么来的 那在第15章的时候 我们常用的这两个公司这个edition theorem sine a 加 b 跟sine a 减 b 这两个公司 如果我把这个叫做第四 这叫做第二四 OK 然后如果我拿两个四指相加 1加 2 对 我有sine a 加 b 加 side a 减 b 等于 OK 加的时候你发觉到这项跟这项是一样的 所以加的过程中一钻一复就消掉 所以这跟这个也是一样的 所以我有两个sine a cos b OK 所以我要sine a cos b做主项 所以我就把这个2移过去 所以我这二分之一 sine a 加 b 加上sine a 减 b 就是第一个公司啦 所以 虽然公司表上面有 还是同学还是自己背一下比较好 比较快 这样 再来我再推多一个是第二个 然后第二个它其实是cos a 加 b 跟cos a 减 b 来的啦 所以如果这个我叫第三 这个第四 OK 我如果拿第三四加上第四四 所以说首边是cos a 加 b 加 cos a 减 b 所以等于右边在加的过程中 这跟这个是一样的 所以像底小 所以这个跟这个也一样 所以像加两个cos a cos b 所以cos a cos b 会等于把这个2移过去 1 2分之1 cos a 加 b 再加上cos a 减 b OK 那这样最后一个这个第三个 它其实是哪 第三是减 第四是 这样我就不刀了 所以我们这个叫做计划合成 这边是我们倒访回来用 我们把呃 我们把乘的变成加跟减 在积分里面 因为直接积分si跟cos相乘的话比较难 所以我们会把它裁成加跟减 比较容易积分 比如说第一个例题 在积分的式子里面 如果你看到cos跟si 个别都是cos一次方 si一次方 那么相乘的话 我们就会想到这个计划合查的公式 OK 所以这个是in the form of 前面是cos side 所以回来看cos side 它公式里面这么写 所以我们这么跟 哦 所以cos 我把cos写在后面 所以这是积分 我故意把cos写在后面配合你的公式 OK 所以现在我使用公式了 sine 这个是a 这个整个6xb 好 这个是sine a 乘cos b sine a 乘cos b 公式是2分之1sine a 加 b 加 sine a 减 b OK 所以把公式套进来 2分之1sine a 加 b 好 这个是a 这个是b a 加 b 再加上sine a 减 b OK 可以对照一下公式 OK 在这边 sine a cos b 看这个好 这是公式 好 计划合查的公式 所以sine a cos b sine a 是x b 是6x 等于2分之1sine a 加 b 所以就是x 加 6x 加sine a 减 b 所以是x 减 6x b x OK 2分之1抽出去 所以积分里面这边相加 x 加 6x 所以是sine 7x 再加上 这是x 减 6x 所以是sine 负 5x OK 大家不要忘记 sine 是 odd function 所以你可以把里面这个fool sine 负 5x 等于fool sine 5x OK 因为sine 是 odd function 所以有这个性值 所以开始积分 二分之一 sine的积分是cos 好 那不要忘记里面有个7 所以外面再乘多一个 七分之一 然后sine的积分 负 cos 负 cos 负 cos 再来 sine的积分是负 cos 所以负 所以负 负 的整 整啊 整 cos 5x 后面多一个五分 这个二分一是要传给整个的呢 给 所以放下这个负 写这边 ok 所以彩虹乘以来把这个二分一 -14分之一cos7x 这边是 复复得着 ok 加十分之一cos5x加10 所以它的重点是把当初这个乘写成加跟减 这样对于积分来讲加跟减会比较容易积分 再看多一题 这边也是一样 这个是sine的一次方乘cos的一次方 我们同样想计划合差公司哦 也是sinecos 所以公司是二分之一 sine a加b 然后再加上cos sine a-b 这边公式可以直接用的原因是因为它本来就是sinecos sinecos 所以这是公式sinecos 二分之一跟刚才公式一模一样的 所以b小题可以不需要调整 直接带公式 所以这是二分之一积分sine五个x加上这是cos三个x 这是sine 然后这是sine 这是s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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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b小分之一cos三个x加c 这个是b小分之一cos三个x加c 然后二分之一产进来 这是负小分之一cos五个x 减六分之一cos三个x加c ok 这个公式首其实基本上这是第八个形状 其实比较简单 我们看最后一个例子 好 这样如果有个sine跟sine 我看回合的公式 如果是sine乘sine的公式是 一个负在外面 负二分一cos减cos 那里面的角度一样了 一个是和一个是x ok 所以这个用公式有个负二分一积分 这个sine跟sine的话公式是cos 5x加2x 好 减掉cos 5x-2x 好 对照一下sine s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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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二分一cos-cos 里面的角度都一样了 前面是a加b 后面是a-b ok 所以负二分一cos-cos 前面的是角度和 后面是角度长 ok 所以相加 第一个是cos7个x 那么再减掉 这是cos3个x 好 所以cos的积分没有负 cos的积分是真sine 那别忘记外面再多一个7分1 这cos的积分是真sine 然后外面再多一个3分1 再把你的负二分之一产进来 所以是负 十四分之一sine7x 负负的真sine6分1 这边 负负的真sine6分1sine3个x加c ok 基本上这个计划合差 你公式明白 再来你会积分sine 会积分cos 基本上就没有问题了 所以这是17b里面最后一种积分的形态 就是两个三角函数 sinecos相乘的 这样子 然后sine成cos coscos coscos 跟sine sine 叫做计划合差 ok 所以底下 老师把17b的例子都讲完了 那对于理二跟理四来讲 你们就做这些习题 放假前老师还没有点到 这17b 尽可能在开学的礼拜四 干四在礼拜四 或者是礼拜五的时候首开学的 然后利用你假期的时间 那对于理科其他班 一三五六来讲 你们就跟着你们自己老师点的17b来做 这17b的这个习题 老师点的只给理二跟理四 这样其他班的你就照你课堂上老师点的做